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鱼子讲 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这一对夫妻啊 估计大家都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吧 毕竟呢 虽说两人官宣领政呢 有点突然 但两人从恋爱到官宣 再到生子后复出 两人呢都没有公开秀恩爱谈感情什么的 在感情生活方面是非常的低调 甚至呢 双方各自拍戏 出品作品时也是没有什么互动 可以说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人算是夫妻 但一直以来都不曾捆绑银香 这样的相处模式呢 是既让人欢喜 也让人无奈呀 别的不说 就是夫妻两人的心系上线 两人呢也是无动于衷 淡定的不得了 这部就在今天 冯绍峰的新电影《被害人发布先导》 预告赵丽颖呢 依旧是超级淡定呀 直接呢除了冯绍峰 自己为自己的作品做起了宣传外 赵丽颖呢 对此事一点也不操心 可以说对于冯绍峰的作品呢 赵丽颖放痒的状态过于明显 不过呢 看完了《被害人》的预告之后 只想说 不怪赵丽颖会不操心的 毕竟这一次呢 冯绍峰又让人眼前一亮了 之前呢 冯绍峰凭借着电视剧 《知否知否》 《英式绿粉红兽》 《圈粉无数》 之后呢 更是凭借着一系列的作品 让人呢更喜欢它 而这一次呢 超级待感的《被害人》预告一出 就让人呢 有种迫不及待2021年 还真是国产警匪悬疑片的一个大年 各种警匪悬疑片轮番上阵 其中呢 有多部作品都值得期待 比如烈日拙新草宝频导演 黄渤周迅主演的 《涉过愤怒的海》 马上呢 便要播出的张震的《急魂》 再到郭富城 段一红等主演的《秘密访客》等等 相比之下呢 冯尚峰主演的这部《被害人》呢 表面来看似乎并没有多么值得期待 但是答案真的是如此吗 《被害人》的主创团队 这部电影的主创团队如下 导演徐伟 何文超 编剧吴京 主演冯绍峰 桃红 黄绝 黄梦寅等 我们先看看导演 相对于导演的身份呢 他更出名的身份应该是摄影师 摄影作品呢 包括赤壁 边境风云等等 近年来开始转型当导演 导演的处女是冰河追踪 梁家辉 同戴维和周冬宇等主演 口碑呢 只能说比较一般 这是何伟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同样呢 还是一部犯罪片 导演何文超 既是名女演员 又是一名知名女导演 主演的作品包括 《水印接 花妖新娘》等 导演的何小光的夏天 剧情短片《盲传》 长篇处女作《甜蜜18岁》 获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提名 后面呢 还导演了两部电影 张艺良靖主演的《盲传》呢 豆瓣评分7.8 口碑质量 非常不错了 以及李乃文 李梦和霓虹杰主演的 《生活》没有那么可怕 豆瓣评分呢 也有7.0 口碑和质量同样不错 总的来看呢 两位导演在圈内 都是知名的人才 虽然呢 导演的电影呢 还有些欠缺 但是还是有定的水平和实力的 编剧《无精》 之前呢 编剧的作品不多 只有一部纪录片 《无尽》 豆瓣评分8.1 也是有一定的能力水平 演员阵容呢 包括冯绍峰 桃红 黄绝和黄梦吟等等 黄绝呢 是中国文艺片大户了 在各类文艺片当中呢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在国内演员地位来讲 大概和耿乐等演员类似 经常的出现在各色文艺片 还有比较严肃的影视剧当中 黄梦吟呢 是杨幂旗下的艺人 颜值身材 演技和实力都相当的不错 但是黄梦吟的定位呢 偏偶像和实力之间 偶像是参演的各类偶像 新神作品较多 但是又不是眼花旦类女角色 实力派呢 就是演的多是女主角之一 或者呢 重要女配角 这些角色和花旦相比 要求一定过硬的演技 黄梦吟呢 参演的电影呢 还是较少 主要在电视剧领域发展 这部电影呢 算是少数跨界的电影作品了 本片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男主角冯绍峰 和女主角小桃红 冯绍峰国内中生代 著名男演员 一路发展过来 交出的经典影视剧和角色 着实不少啊 不过呢 自从和著名花旦赵丽颖结婚 后来妻子赵丽颖生子 两人合作的古装剧 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兽 开播后 事业呢 都暂时告一段落 赵丽颖呢 主要是生产后恢复 最近才以古装剧 有肥回归 但冯尚峰呢 并不是没有接戏了 而是接了很多影视剧 但是呢 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播出 这部悬疑片《被害人》呢 也是其中一部 演员小桃红 相信不用多做介绍了 中国上一辈知名女演员 自从她嫁给了徐珍过后呢 可以说是半吸引的状态 后来以综艺演员的诞生回归 当时就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后来主演的电视剧《小欢喜》 更是呢 要让中国观众知道 这位实力派的女演员 宝刀未劳 总之呢 这部电影的演员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主要呢 看的还是制作水平 故事剧情 角色塑造等方面 被害人何以值得期待 如果呢 我们从故事题材来看 这部电影呢 是典型的2012年后的 内地警匪文艺片 这种警匪文艺片的风场呢 大概还是 14年雕一南的 白日焰火带来的 这部电影呢 不但本身非常的成功 而且呢 影响是全方位的 不但电影获得 柏林电影节金像奖 还让廖凡呢 获得了柏林影帝 本片冷峻凛冽的美术风格呢 较为缓慢文艺的节奏 以某段中国真实历史的背景 一座破败的中国小城市 一群边缘的人群 最终的生存和情感的冲击 犯罪和希望当中游走 后续内地警匪文艺片 不能说都是白日焰火开启 但风格的模式 确实有一点一脉相承的味道 后续内地警匪文艺片 不能说都是白日焰火开启 但风格模式 确实呢 有点一脉相承的味道 曹宝平导演段一红 邓超主演的《烈日灼心》是这样 段一红拿下东京影帝的《暴雨将至》 也是这样 后来刁一南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 更是如此 美术风格呢 还更加的独特 这种警匪文艺片 有的观众喜欢 有的观众不喜欢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是中国电影自己类型片成熟的标志 我们回到这部《被害人》上 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 主创团队和演员的阵容 在国内不算顶级 但相对来讲呢 还是比较过硬的 需要面临的问题也很明显 和演员基本上无关 优秀的警匪片 悬疑片和犯罪片 尤其讲究逻辑 角色情感上的逻辑 故事叙事上的逻辑 导演何伟上一部作品 《冰河追踪》呢 就是鲜明的例子 同样把背景呢 放到东北城市 边缘小城和警察罪犯的故事 结果在故事剧情和角色塑造处理上面呢 可能是处女座 留下了太多的问题 根据目前的资料 被害人的故事剧情如下 冯绍峰饰演的警官袁文山 去一座小城查案子 案件要破了的时候 小城呢 突然发生了一件命案 黄梦盈饰演的歌廷小姐 关秀英呢 被勒死在了汽车里 贵重物品不见了 很像一宗普通的抢劫杀人案 袁文山的奉命查案 后面呢 就是命案现场的几名嫌疑人 这些人的证词呢 各有不同 而且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当男主角呢 把双手锁定为其中一人时 结果双手呢 意外身亡 与此同时 数月前呢 还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死者呢 面目全非 三件案子表面无关 但男主角呢 意识到三个案件背后 隐藏着什么真相 是否很有内地警匪文艺片的味儿了 演员的表演呢 应该没有问题的 导演摄影出身 美术风格 应该也没有问题 主要呢 就是看导演讲故事的水平 发挥出色达到顶级是 白日焰火 烈日灼星 和爆裂无声 发挥正常逊色一点是 南方车站的聚会 暴雨将至和追凶独野 2020年也有一部 类似犯罪片上映 张宇主演的风平浪静 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反例了 也是叙事逻辑和角色情感逻辑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且呢 这个演员阵容呢 还是非常强大豪华的 电影呢将在今年内播出 一起期待吧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将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